浪姐被指营销先行,张萌金晨在公共场合练舞,练习是她不相忙。 随着姐姐们在机场、片场练舞的视频不断流出,网友们反而产生了抵触情绪。 有网友干脆提出了质疑,姐姐们总是在公共场合练舞,难道是因为练习是她不相忙? 日前,有营销号发布了张萌在飞机的机舱内练舞的动图,并对其敬业精神表达了赞赏之情。 不过营销号口中的网友偶遇却被质疑是助理拍的,像是在机场练舞的情况也不止发生过一次, 吴欣、宁静等人都曾是参与者,金晨还曾被拍到在片场练舞。 其实张萌也并非第一位因为在机场工作而遭到质疑的明星, 在此之前张艺兴曾因为在后机的时候还抱着一台电脑创作音乐而被质疑爱炒作。 虽然仅凭姐姐们近期频繁因为练舞出圈, 就认定她们有营销和炒作的嫌疑有些片面。 但既然这些明星们的工作都很繁忙, 大都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舞蹈式练舞, 那么为什么她们还乐此不疲地参加选秀节目?